攪拌塔皮製料 分割 冰箱整天再壓抹成型 接著送進烘烤箱 另一部分將烤過的夏威夷豆經過篩選拌糖 塞到塔皮 塞好塞滿 二次烘烤才完成堅果塔 每一個都能吃到超過10顆夏威夷豆 料多但少油少糖無負擔 師傅現在在做的這個是挑豆 就是烘烤完之後我們進行二次挑豆 師傅會把比較味道風味沒有那麼好的豆子給挑出來 那這個豆子它並不是有油花味 而是吃起來它會帶一點酸酸 偏苦的味道 因為我們家做的是比較少油少糖的一個堅果塔風味 所以它如果讓客人吃到酸 它的風味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會把它剔除掉這樣子 我們家的口感比較特殊的是它一入口的 因為我們家是自己做的塔皮 所以它你可以吃得到發酵奶油 它原本很好的一個風味之外 你也可以吃得到它豆子該有的那個香氣 然後也不會過硬這樣子 小姐 我還想推薦你這個夏威夷豆前提堡 它是用伊朗的野藻做的 非常好吃喔 請嚐看看 好喔 豆子很大顆耶 真的 我們這是用4L的夏威夷豆去做的 很好吃耶 好吃對不對 好吃 一吃就知道食材的好 老闆店內招牌煎鍋塔可是獲得不少獎項 另外還有南藻核桃糕 文山包種茶Q餅 手工餅乾也都是各項比賽的佼佼者 我們的特色是我們是使用發酵奶油 跟以大部分的海藻糖來取代砂糖製作的一個堅果塔 吃起來的塔皮酥乎香脆 另外我們在煮焦糖的時候沒有把糖漿過度的焦糖化 可以讓這整個堅果塔吃起來可以吃得到發酵奶油的香氣 跟豆子原本的香氣 那另外一個我們的招牌呢 是我們的一個大蒜黑胡椒口味的一個夏威夷堅果塔 那這個是我們每年3月的時候都會到雲林去跟那個大蒜農呢 去買那個新鮮的大蒜 然後再把它冷凍起來 冷凍儲存起來 因為那個時候的大蒜呢它的香氣跟辣度是比較足的 那我們這個原味夏威夷堅果塔呢 在2022年也拿到了那個台灣高餅高餅公會呢 舉辦的一個比賽 那拿到了金子獎的一個肯定 那我們這個南架核桃糕裡面呢 展現滿滿的誠意 非常非常多的核桃在裡面 那這也是我們用那個純棗泥漿跟棗泥餡去 師傅去炒製的 它光是炒一鍋糖就大概要炒一個多小時 所以是真的是慢工出細火 那這個南架核桃糕呢 它吃起來風味呢略帶點微酸 那可以吃得到核桃的一個香氣跟口感在裡面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2023年 拿到台灣百大高餅伴售的金子獎 也是非常熱銷的一個品項這樣 茶Q餅我們結合了那個文山的那個包種茶 跟那個國產紅豆餡跟那個素香鬆 那這一款餅呢也在今年呢 我們拿到那個農糧署舉辦的紅豆競賽 拿到了全國季軍這個獎項 那它吃起來的餅皮會帶有一點那個文山包種茶的香氣 那這一款是素食者也能夠吃的一個產品 點心不僅好吃中於天然且包裝也十分亮眼 常有老顧客送禮 明月都指定他們家 走進店面也可以感受到品牌的用心 那我們家的堅鍋塔呢 有非常多的客人喜歡 特別深售是那個上班族的OL 或者是說你出國要送給客人 可是不知道送什麼呢 他們就會特地來我們店 帶這個堅鍋塔去送給國外的客戶 那都獲得一致的好評 那另外呢我們在過年過節的時候呢 也蠻多客人喜歡送我們家的堅鍋塔 當作他們的一個連結伴手禮 那紅豆麻糬奶油餅呢 它是使用那個巴斯克蛋糕的一個做法 然後呢裡面一樣是包著那個國廠紅豆餡 跟麻糬還有芝麻在裡面 這一款呢不管是長輩或者是小孩呢 都是非常喜歡的一款甜點 果香奶油餅 那它的一個美味的關鍵就在於 這個果餡呢是我們師父自己熬煮的 那我們使用了大量的蘋果跟鳳梨 還有百香果還有檸檬跟橙皮在裡面 所以你吃到的時候呢 會吃得到蘋果的一個果餡 還有那個比較特別的是 會有百香果的籽子在裡面 那口感也蠻特殊的 那喜歡酸酸甜點的那個女性朋友呢 她特別喜歡這一款果香奶油餅 師父講究選料與工法 從塔皮到餡料 嚴眩食材精心製作 見過塔口感酥脆幾佳 一口咬下甜而不膩 每一口都是滿足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這是師父 我一直以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